我们空军官校的学生徐浩铭 获得了美国空军官校公费留学的资格 他的外婆跟妈妈前往美国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 不幸发生了重大车祸 三星团体也举行了募款活动 我们开始募款的目标是1000万以上 到目前来讲已经大概接近800万了 已经距离目标很近 现在的话还好 因为听说中澳航空出面 安排从洛杉矶到台湾这一段 只是这个上到飞机的话 这一段可能还拆了一些雨季 让它躺下来 那从Colorado这一段的话 可能就是要用民间的医疗专局 那也不是问题 这个钱我们用在所谓的有效率上面 总统府秘书长潘梦娃也出席了记者会表示 他代表赖总统 感谢各界抛砖引玉 根据了解等到徐浩铭的妈妈跟外婆情况好转 就会由一楼专机送回台湾 进行后续治疗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